有的男的跟女人生气 表情肝病了 说得干硬化了 这个女的要来了吧 这男的要不带跟钱吧 我就说了 怎么搞的 你怎么把你丈夫肚子气大了 他说那也不用我呀 那男的女的不带跟钱 男的带跟钱 我说你怎么跟女人生气呢 你大丈夫没有大量 是吧 这就说明啥呢 你要劝一个人的时候 你做的不是 这说的不对那地方 他就谢谢啊 对啊 可能我不对 要不然对方不能说我不对 你要说哎呀你对呀 他错了 得了他更来劲了 他跟对方那就得干呐 谁谁都说我对呢 你错了 也许对方不诚意 说我对 看看 这不然 这叫啥呢 两个两个火高到一堆就要盐 是吧 他来火的你撤呀 你有水浇他呀 你别来火呀 是不是啊 他一个火烧不起来吧 那你个水浇他 你怎能浇灭他 那就叫你 你游喝 是吧 你别火的冷 你这一火的冷的坏了 两人保证你 小事不严啊 小小点事 都是家庭 鸡毛蒜皮的事 弄成了大的后果 最后有点离婚 你这一离婚不要紧 你想想我们的孩子如何 跟母亲去 没有父爱 跟父亲去 没有母爱 多么苦啊 你说怎么办 说妈妈不对 不丑妈妈挺对 说爸爸不对 爸爸也不承认不对 你说怎么办 晚晚还给孩子灌上毒药了都 你爸爸如何如何 怎么怎么地 怎么怎么地 你妈妈如何如何 怎么怎么地 孩子 你这一把毒药 拿去送他 他保证就吃了 孩子保证以后身体不健康 是吧 就说我们当爸爸的 当妈妈的 是吧 会当啊 是吧 你要会当了 你合格 不会当你不合格 是吧 你不合格 能生不能养 不能教育 那你就不会打 领教领教 父母是儿女的第一老师 你的所作所为 在你孩子脑海之中 打上一个深刻的老爷 他简直为 他不正负责 他不犹责 他不得了 我都不得了 他不得了 感谢观看